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宇宙的一个能量下来了 洒在头顶上 就太阳的一道白光照亮我们的头顶 白光就是轻的能量 轻走到哪里 哪里就健康 所以我们又理解到是一个宇宙的光和能量下来了 因为万物生长靠太阳 我们是慢慢的通过这个阳光雨露进化过来的 所以又加了这个宇宙的这个能量 然后呢 前段时间在五台山碰到了一个日本的专门研究大脑的科学家 他认为我们这个脑场器的这个旋转 很可能是就是打开我们一个一个原神 旋转把它打开 接通宇宙的能量 这样我们能得到更大的这个信息和更大的这个能量 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就在初始状态 原始状态就被修复 所以连得疾病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他经历了三个阶段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三个阶段组合起来 就形成了目前这样的脑场器预示健身法 好 谢谢 下一个问题是想问老师 这种健身法对什么样的病人有帮助 刚开始发明人是作为一种美容 然后通过五脏六腑这个光和气的这个运行 然后让皮肤像婴儿一样细腻光滑 但是后来这个发明人把这个发明告诉他的妻子以后 他的妻子通过这个美容方面的练习 然后发现了对晚期的癌症和糖尿病 还有红斑狼疮 还有美尼尔氏综合症 这些效果都非常好 然后我做了两年半呢 我是发现对晚期的癌症和失眠效果很好 想请问老师一下 如果学习这个脑场这个我们的学生学员 要学习脑场的这个健身法的话 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或是说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来去学习 当初呢 就是我在挽救这个晚期的癌症病人的时候 只要他意识清楚 比如说我跟他说一加一等于二 他明白是对的 那就比较好教 比较好学 所以呢 我们对这个脑场有一个总结 就是七岁到八十岁一个小时就学会 我们不要把它想象的太复杂 因为把它简单化 我往往教会了一批这些农村的妇女 还有文化程度不高的人 他们一两次就学会了 反倒是很多医学博士 因为他们想象的很复杂 比如说这个光是三十度进到大脑 还是九十度进到大脑 其实这个光是把人都包围了 他没有三十度和九十度 他就把你包围住了 所以有时想象的太复杂 可能要七天或者十天才能学会 你把它想象的简单的话 基本上一天就会了 老师您是近两年来是专门替这个末期癌症病人做治疗 一般上的情形 末期癌症病人需要多少天的时间或多久才能够算是康复 因为我接的都是放疗化疗和手术失败 然后只有三五天 十天二十天的生命的 因为我做的是最危险的这一段 所以两年半呢 走了中国二十六个城市 然后做了六十三个晚期的癌症病人 成功了五十四个 失败了九个 所以他的成功率已经超过百分之八十 然后呢 基本上是十天或者二十天有一个周期 就十天二十天 他在我这个成功百分之八十的病例的基础上 然后会有百分之二十是完全康复的 有百分之三十是好转百分之八十 有一半是好转百分之五十 所以就是接下来他们因为方法已经学会了 所以他们在自己在家练三五十天或者三个月五个月 就能把癌症这个病情控制住 老师想请问一下 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两个例子 让我们大家了解这个脑场的治疗的效果 我先讲一个是2010年的10月6号 然后当时接了一个45岁的肺癌的晚期 他肺癌转移到08各方面 然后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人了 就看不清楚人了 然后这个当时用了12天 12天呢 它扩散和转移部分的这个都全部好了 然后原发部分呢 是6公分变成了3公分 因为12天的时间 但是它的癌细胞指数是17 所以就17就是已经达到或者接近正常人的水准 就基本上完全康复了 老师 像新加坡这类的活动 大概是来了97位癌症病人 动员了大概是30位 4到50位的义工 像这样的大型活动在中国大陆 可能有在举办过吗 因为中国大陆有严格的规定 就是50个人的聚会是不允许 或者是要上报公安机关的 所以这一点呢 在中国大陆是不太可能实施的 这次新加坡也是我两年多来 就是做的最大型的一次 因为新加坡10天的时间 交会了360位癌症病人和家属还有义工 中国大陆是交会了1416位癌症病人家属和义工 北京交会了400多 第二名就是新加坡 10天360 上海是180 广州差不多90 所以新加坡这10天对我的启发 或者对我今后如何传播脑场有很大的意义 李老师想请问一下 您往后要怎么样来去推广脑场健身法的活动 因为在国内我交会了1416位脑场的同学 我们有一个癌症的群就是QQ群 然后我们每天都在分享全国各地的成功经验 还总结失败的案例 因为我们为将来就是今年的10月份 当我完成100位晚期的癌症病人的救助 然后我们统计这个最真实的数据 不管是成功30个50个还是80个 这些都是提供给目前的主流医学 然后传播我们的这个脑场 然后6月份呢我会到南京 南京有一家这个台湾的明基医院 他寻找了50位糖尿病和50位肺癌的患者 我会在那里做20天 教会南京的义工 在医院观察30天 做目前脑场疗愈跟西医疗愈 跟中医疗愈的对比 这个数据也是为将来推广脑场有很大的帮助 对讲到这个老师想请问一下 在脑场这个学员当中或者您的学生当中 可否有那些专业人士包括医生或者是专科医生 来在学习这个脑场 对因为每次抢救完一个被医院宣判死刑的癌症病人 会震动到他的这个组织医生 因为癌症病人是被他宣判不治 然后回家等待做这个出病的服装的 所以他们呢也会来了解和学习 这样的医生有30多位 他们学会了以后他们的成绩比我还好 就是说他们曾经有7天完全疗愈一个牙龈癌的这个案例 还有呢因为我教会了中国大陆 有30多个有佛教信仰的专业人士 就是佛教徒 他们呢结合佛教的一些方法 然后把脑场加进去 效果也非常好 也超过了我 目前呢1416位大陆的这个徒弟里面 有9位已经完完全全的超越了我 所以这一点我非常高兴 因为我超越了我的师父 然后我的徒弟又超越了我 这一点就长江后浪推前浪 所以我非常高兴 好脑场呢经过两年半的发展 在新加坡做得非常好 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不打针不吃药没有毒副作用 然后把音乐和口诀拿回家 躺在床上也可以做 坐在沙发上也可以做 站倒呢也可以做 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他的传播 因为没有痛苦只有好处 老师现在说我们学习脑场的学员们 在学习当中总是会退退静静 或者说不学了或者说很难持续以恒 老师有对我们学员有什么样的告诫 或者说像说劝告吗 怎么样来持续这样的一个学习方法 要持续这个脑场的训练呢 有几个条件 一个是病人他做了十天二十天 身体得到了改善 他会觉得非常珍惜这个脑场 他会练三个月五个月 然后呢在练的过程当中呢 他会发现他的皮肤会越来越好 所以就是说对一些女性会特别有吸引力 在北京呢就是很多年轻的女性 她是作为那个把皮肤练得更细腻光滑更漂亮 她是做美容的这个途径 然后中午呢很多白领因为北京很大 她们中午都在办公室休息 所以呢老总也特别仁慈 就让公司放这个三十二分钟的脑场音乐 她们在这个脑场的过程中休息十五分钟 这十五分钟深度睡眠 就解决了她下午两个小时的这个睡眠问题 这十五分钟的深度睡眠 就解决了两个小时的睡眠问题 为她下午的工作精神抖擞做好了准备 因为癌细胞是39.3度死亡 我们身体癌变的部位基本上是34度到35度 那日本科学家发现 只要我们癌变部分的体温升高一度 然后我们的免疫力会提升百分之三十 所以在家里面做呢 把双脚泡到这个木桶里 然后让这个水温增加到40到42度 然后五分钟以后再做三十二分钟的脑场 同步脑场 这样它这个会让病变部分的温度提升一到两度 这样的话可以增强百分之三十的免疫力 这是在家做的好处 还有一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家做 可以八九分钟以后睡着 这样的话对疗愈 因为我们在深度睡眠的时候 它在修复我们断裂的DNA 这样的话对疗愈有非常大的帮助 室外呢 比如说集体共修 达到九个人或者一批人 只要这个空气流通做的好 然后它会有很强大的能量 然后这个肯定是比一个人做要强很多倍 所以我们就是下午和晚上可以在家做 上午有一个大的共修 比如说每周一次 我听说新加坡将来也会每周组织这些癌症病人和家属 做一次大的聚会 我就觉得上午就很好 老师想请问一下 有些人总会误会 您这道方法算是迷信或者说神通 或者是说搞特异功能 您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的解释呢 脑场在中国大陆 刚刚推出来的时候 大家也是不太相信 人家就说 我们给自己总结 就是让人相信比治好一个癌症病人还难 我们还开了一句玩笑 就是跟别人说脑场能治疗癌症 一百个人有九十九个人不相信 然后最后一个比较笨的人相信了 学会了又不信了 所以呢 这个疗法呢 当时也在争论 是不是有气功的影子里边 或者是有别的功法在里边 我们认为它还是一种运动 是一种意念 一种想象 是只有得足复的 不信了 是我 感谢观看